Ian-Imit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游骑兵 其耐力、力量和剑术冠绝东海望 每次跟他练完剑 穷恩总感觉浑身僵硬、酸痛 第二天早上醒来 身上便布满了淤青 但这种效果正是穷恩的追求 要是一直跟沙丁、马尔、哪怕葛兰比武 自己永远无法提高 穷恩认为大多数时候 自己挨打跟回敬的次数差不多 但今天并非如此 昨晚他几乎没睡 翻来覆去一个钟头之后 便放弃了尝试 穿好衣服来到长城之巅 反复思考史丹尼斯贝拉行的提议 直到太阳升起 缺少睡眠使他受到了惩罚 Imit无情地发动攻击 一下又一下地回旋、砍踢 迫使穷恩在叫场中步步后退 Imit时不时地还拿盾牌加以冲撞 穷恩的胳膜 穷恩的胳膊逐渐麻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没有风筝的顿剑也显得沉重起来 他正打算垂剑叫停 不料Imit阳弓下盘 然后以一记凶猛的正手劈越过穷恩的盾牌 直取太阳穴 这一记重击之下 穷恩脚步蹒跚 头盔和脑袋同时嗡嗡作响 顷客之间 眼封外面的世界一片模糊 岁月如梭 他又回到了临东城 穿着夹衬垫的皮外套 不是锁甲和板甲 他拿着木剑 面对着萝卜 而非Imit 从学会走路开始 他们每天早晨都一起练舞 雪诺和Shtag 在临东城内兜圈 比划 笑闹叫嚷 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还会哭 他们不是小孩子 而是骑士和英雄 我是龙骑士 一蒙王子 穷恩大喊 而萝卜吼回去 我是傻瓜佛罗里安 或者是 我是少龙主 然后 穷恩回答 穷恩回答 我是莱恩 雷德文爵士 有一天早上 穷恩最先夸口 我是临东城公爵 过去 他上百次的这样呼叫 只有这一次 就这一次 罗伙伴回答 罗伯回答 你不可能成为 林东城公爵 你是私生子 我母亲大人说 你永远得不到 林东城 我还以为自己 忘了 穷恩尝到了 嘴里 血的味道 穷恩和马尔 不得一人架一条胳膊 将穷恩脱离 Ion Emit身边 尤其兵头晕目眩地 坐倒在地 盾牌几乎成为碎片 头盔的面甲被打歪 顿剑飞出六马之外 穷恩 够了 霍德汉 他输了 你解除了他的武装 够了 不 不够 永远不够 穷恩扔下武器 抱歉 他喃喃地说 Imit 没伤着吧 Imit摘下被砸扁的头盔 你没听过 投降这个词吗 许诺大人 他说话的语气很和善 Imit喜欢比武 也爱开玩笑 战士保佑 唉 他叹道 我总算明白段掌柯林的感受了 这实在难以接受 穷恩挣脱朋友们独自回到兵器库 耳朵仍因因为他的击打而嗡嗡作响 他坐在板凳上 将头埋进双手之中 我在气什么 他问自己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临东城公爵 我可以当上临东城公爵 成为父亲的继承人 然而眼前浮现的却不是哀得公爵的脸 而是凯特林夫人的 他那深沉的蓝眼睛和严厉冰冷的嘴唇 看上去就像斯丹尼斯 和铁一样 穷恩心想 弯曲之前就会先断掉 以前在临东城 不管剑法 算术 还是别的东西 只要穷恩的表现优于萝卜 凯特林夫人就会用这样的眼神 打亮穷恩 你是谁 那双蓝眼睛说 这里不欢迎你 你来这里做什么 朋友们仍在练武 但依穷恩线下的心情 实在无法面对他们 于是他从后门离开兵器库 走下陡峭的石梯进入重道 也就是连接黑城堡 各堡垒和塔楼的地下隧道 去浴室的路不远 在那他先跳入凉水中 洗掉一身臭汗 然后泡进温暖的石澡盆 热气稍稍消除了肌肉的酸痛 令他想起临东城神木林里 蒸腾翻滚的温泉 临东城 请问心想 西安将他焚毁 由我家以重建 这是父亲的希望 萝卜的希望 他们绝不想让城堡成为废墟 你是私生子 你永远得不到临东城 他又听见了萝卜的话 而那些国王石像 用花钢岩的石头 朝他咆哮 你不是史塔克家的人 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穷恩闭上眼睛 看到了那棵新树 苍白的枝叉 红色的叶子 树木的脸 这棵鱼梁木 代表了临东城 哀的公爵如是说 今天 为了拯救城堡 修恩不得不将他古老的根须连麦拔起 献给红袍女饥饿的火神 我没有这个权利 他心想 临东城属于旧神 拱形天花板反射的回音 将他带回了黑城堡 我不知道 有个人在说 语调中充满了怀疑 也许当我更了解此人的时候 你知道 史丹尼斯大人对他评价不佳 史丹尼斯·贝拉西安 几十对人有过好评价 没错 这是埃里莎爵士冷酷的声音 要是总司令人选 得由史丹尼斯决定 那我们除了名义上的权利 岂不都成了他的成熟了吗 泰温·莱尼斯特不可能忘记这一点 我们都清楚 泰温公爵才是最后的赢家 在黑水河 他自己打败了史丹尼斯 泰温·贝拉西安 泰温·马尔西焦虑不安地承认 我可以给你看信 奥塞尔 他称他为忠实的朋友和仆人 泰温·贝拉西安 穷恩·雪诺突然坐了起来 其他三个人听到水声全僵住了 大人们 他带着冷淡的礼帽 说 你在这干嘛 野种 孙艾利沙爵士问 我在这洗澡 别让我打断你们的谋划 穷恩从水里爬出来 擦干身子 穿上衣服 留下他们继续讨论 到了外面 他才发现不知该去哪儿 他走过司令塔的断壁残垣 他曾在那儿 从死人手中救出雄老 他走过 Igret挂着悲伤的微笑死去的空地 他走过国王塔 他曾在那儿跟沙丁和龙子迪克 一起等待着马格纳和他的色恩人 他走过巨大木楼梯的残骸 他已经成为一片胶木碎冰 内城门敞开着 穷恩走入隧道 感受周围的寒气和头顶冰山的重量 他经过塔的诺尔 跟强壮的马格同归于尽的地方 穿越新的外城门 回到苍白阴冷的阳光下 他这才允许自己停了下来 喘口气 思考 除了木材 石料和泥灰的事物 阿塞尔亚维克别无所长 雄老对此相当清楚 酸埃里莎爵士和马尔西会动摇他 让他支持杰诺斯·史林特大人 而杰诺斯大人将被选为总司令 可这一切和临东城公爵 又有什么关系呢 冷风在墙边打转 拉扯着斗篷 穷恩可以感觉到冰墙散发的寒气 就像火堆会散发热量一样 穷恩拉上兜帽 继续满步 暮色深重 太阳低垂在西面 白马之外的营地 史丹尼斯国王用壕沟 尖庄和高高的木栅栏 捐进野人俘虏 左边有三个火坑 胜利者在此焚烧 死于长城下的自由民 瘦大多毛的巨人 和矮小的硬族民 昔日的沙场 今天一片荒凉 满是烧焦了的杂草 和凝固的瀝青 到处都有 曼斯雷德布种的痕迹 一片撕裂了的兽皮 原本是帐篷 还有巨人的大锤 战车的轮子 断毛和长毛巷的粪便 鬼影森林边缘 原先辽阔的营区里 穷恩找到了一个橡树墩 坐了下来 耶格瑞特 要我成为野人 史丹尼斯要我成为 临东城公爵 我自己要什么呢 太阳爬下天空 沉入沿着西方山丘 绵延起伏的长城后面 穷恩注视着高大宽阔的冰墙 涂上了粉红色的余灰 我要身为变色龙 被杰诺斯大人绞死 还是该打破誓言 赢取瓦尔 成为临东城公爵 这么衡量 选择很容易 要是耶格瑞特还活着 也许更容易 瓦尔是个陌生人 但不难看 而且她姐姐是 曼斯雷德的王后 可 想得到她的爱 我就必须偷走她 然后她会给我生孩子 也许有一天 我能抱上自己的嫡生儿子 儿子是穷恩 从来不敢梦想的 因此才决定 到长城来度过一生 我可以给她起名 罗伯 瓦尔要是想留着 她姐姐的儿子的话 我们可以在临东城 将她收养长大 还有吉利的儿子 山姆不需要撒谎 我们会为吉利找好住所 让山姆一年来看她一次 曼斯雷德的儿子 和卡斯特的儿子 将会像兄弟一般长大 就如我和罗伯 我想要 穷恩明白了 我想要这一切 胜过任何东西 我一直想要 她满怀内疚 愿诸神宽恕我 这是体内的饥饿 比龙京刀刀刃更锋利 饥饿 她感觉得到 她需要吃的 猎物散发着恐惧气息的红鹿 桀骜不驯的大麋鹿 她需要杀戮 用鲜肉和热血填饱肚子 想到这些 她口水横流 过了很久 她才明白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不由得立即跳江起来 白铃 她转向树林 她 来了 她静悄悄地 跑出深绿色的阴影 温暖的呼吸 化为腾腾的白色雾气 白铃 她高喊着 冰原狼迈步奔跑 她 瘦了 但更高大 发出的唯一响动 只是爪子下面枯叶碎裂的 轻轻的声音 她来到了穷恩身边 将穷恩扑倒在地 他们在棕色的草丛和长长 在小狼的阴影里翻滚打闹 猩猩出来了 天哪 小狼 你上哪儿去了 等白铃不再咬她的手臂 穷恩说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就跟罗伯 耶克瑞特和其他人一样 自从爬上长城 我就感觉不到你了 连梦里也不能 冰原狼没有回答 只是舔着 穷恩的脸 那舌头犹如一把 湿乎乎的错刀 而他的眼睛 反射出最后一线日光 像两颗红红的大太阳 闪耀着 红色的眼睛 穷恩意识到了 但跟美丽桑特的眼睛 红色的眼睛 红色的嘴 纯净的毛皮 血与骨 就像心术 来自旧神 所有冰原狼里 只有白铃是纯净的白 在夏末的出雪地上 穷恩和罗伯 一起发现了六只小狼 其中五只是灰色 黑色或褐色的 正好对应 史塔克家的五个孩子 另一只 洁白无瑕 白的像雪 穷恩有了答案 长城下面 后党人士点燃了夜火 梅里桑特从隧道里出来 国王跟在他身边 他将带领大家祈祷 以驱走黑暗 过来 白铃 穷恩告诉冰原狼 跟我来 你饿了 我有感觉 我们这就去吃东西 他们一起奔向城门 远远地绕开火堆 那火焰像爪子一样 伸向黑沉沉的天空 国王的人 在黑城堡的庭院里 十分显眼 询问经过的时候 他们都停了下来 目瞪口呆地望着穷恩 他们当中谁都没见过冰原狼 穷恩意识到了 白铃有南方大森林里游荡的普通狼的两倍之大 他们继维 他们继续朝兵器库方向走去 穷恩 穷恩偶然一抬头 看到瓦尔站在塔楼窗前打亮着他 抱歉 他心想 我不能当那个偷你的人 虽然平凡苦难 但这是我的命 但这是我的命 叫场中 穷恩又撞上了十来个国王的人 各个手拿长矛火炬 领头的骑士看到白铃照起眉头 两名部下放下长矛阻挡 最后骑士说 让开 让他们过去 他对穷恩说 才来吃晚饭 你知道了 是的 就让我快过去吧 爵士先生 穷恩回答 于是那骑士让开了 还没走下楼梯 穷恩就听到了吵闹声 逐渐升高的说话声 咒骂声 还有人在敲桌子 穷恩走进地窖 但没人注意他 弟兄们挤在板凳和桌子上 更多的人站着叫嚷 没人吃东西 没有食物 这是怎么了 杰诺斯林特大人喊着 变色龙 叛徒之类的言辞 安伊姆特 常见出窍 踏上桌子 而三纸哈布 在贺骂一个影子塔的游骑兵 有个东海望的人 不停地拿拳头砸桌子 要求安静 然而他的声音 只不过融入了喧嚣的噪音之中 在拱形天花板上回荡 Pipe头一个 发现了穷恩 也见到了白铃 他咧嘴笑笑 将两根指头放进嘴里 吹响了口哨 那是他从小在戏班里 练就的绝活 这声尖笑 犹如利剑 切开了嘈杂 穷恩走向桌子 弟兄们纷纷注意到了他 并安静下来 沉默在地窖里蔓延 直到最后 唯一的声音只剩下 穷恩在石头地板上的脚步声 和火炉里木头 发出的轻微的琵琶声 接着 埃里莎索恩爵士 打破了沉默 变色龙 终于屈尊现身了 杰诺斯大人 则战红了脸 浑身颤抖 野兽 他倒吸了一口气 看啊 这就是夺走 锻掌生命的野兽 我们中间 有个狼铃 弟兄们 狼铃 这凶兽 这凶兽 怎么被领导我们 这凶兽 不该活着 白铃 呲牙 露齿 群恩将一只手 搭在他头上 大人 他说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宜蒙学士 从大厅 彼端 作答 有人提名 你为总司令 琼恩 这太荒谬了 琼恩忍不住 发笑 谁提的 他一边说 一边望向朋友们 这一定又是 拍拍的玩笑 但这个从前的 戏班学徒 耸耸肩 葛兰 则摇摇头 忧郁的 艾迪托勒 却站了起来 呃 是我 是我 没错 对朋友 干这种事 很残酷 但是你来当 好过我当啊 杰诺斯大人 又开始 唾沫横飞 这 这简直 岂有此理吗 我们应该 搅死这小子 对 搅死他 依我看 该把这个变色龙 狼龄 跟他的朋友 曼斯雷德 一起搅死 把他提名为 总司令 我无法认受 无法认受 卡特派克 获得 其力 你无法 忍受 你也许 能够训练 那帮 该死的金袍子 舔你的屁股 但别忘了 你现在 穿的是黑衣 弟兄们 可以提名 任何人 只要对方 曾发下誓言 穿上黑衣 丹尼斯 梅里斯的爵士 宣布 托勒特 完全有权力 这么做 大人 立刻 有十几个人 同时 说话 每个人 都试图 盖过对方 不一会儿 大厅再度 被叫两声 淹没了 这回 艾利莎索恩爵士 跳上桌子 举手 示意安静 弟兄们 他高喊 吵来吵去 没有用 投票吧 这个霸占了 国王塔的国王 在地窖的每个出口 都布置了卫兵 以确保我们 没东西吃 也不能离开 直到做出选择 那好吧 我们就来选 一次一次的选 如果有必要 就选他一个晚上 直到选出首领为止 但开始投票以前 我相信我们的首席工匠 有话要说 奥赛亚维克 皱紧了眉头 缓缓起身 大个子工匠 揉了揉 突出的肠下巴 好吧 我请求啊 将自己的名字 撤出选举 如果你们要我 已经有过十次机会了 很显然 你们呢 认为我不行 至少你们当中的很多人 认为我不行 先前呢 我对朋友说 看来呢 还是支持 杰诺斯大人 埃里莎爵士 点了点头 对呀 史林特大人 是最佳的 你让我把话说完 埃里莎 亚维克抱怨着 我们呢 都知道 史林特大人 曾经指挥 军林的都城守备队 而且呢 是赫伦堡的领主 他从来没有见过赫伦堡 他的派喊着 啊 没错 亚维克说 算了 不管怎么样 我站在这儿 却忘了 为什么会说 史林特是个好选择 选他 好比山史丹尼斯国王 一耳光 但是 对大伙又有什么好处呢 啊 也许雪诺更好啊 他在长城待的时间长 呃 又是 班杨斯塔克的 侄子 和熊老的侍从 亚维克 送了送肩 随便你们选谁 反正 我 退出 他坐了下去 熊恩看到 杰尼斯斯林特的脸 油红 转紫 阿里莎 索恩爵士 则面无血色 那东海望的人 又用拳头 擂桌子 叫着要罐子 他的朋友 跟着喊 罐子 他们齐声吼着 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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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火炉边的角落里 黑色的大肚子铁罐 有两个硕大的把手 和一个沉重的盖子 一蒙学士 对山姆和克莱达斯 吩咐了一句 他们便走过去 抓住把手 将罐子拖到桌边 一些弟兄在装 带票物品的木桶旁 排好队 克莱达斯 揭开罐子的顶盖 却差点让他 砸到自己的腿 随着一声 沙哑的尖叫 和一阵翅膀的拍打 一只大乌鸦 从罐内冲了出来 向上飞去 也许是要寻找船子 或者逃亡的窗户 但是地窖里 这两鸦都没有 乌鸦被困住了 它大声锅躁 绕着大厅转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穷恩听到 山姆维尔塔里说 我认识这只鸟 它是摸尔蒙大人的乌鸦 乌鸦落在 离穷恩最近的桌子上 雪呢 它叫着 这是一只老鸟 满身污泥 雪呢 它继续叫着 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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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走到边缘 展开翅膀 飞上 穷恩的肩头 吉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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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呢 雪呢 大人 砰的一声 沉重的坐了下来 但 埃里莎 爵士的嘲笑声 响彻了地窖 哈 猪头爵士 把我们当傻瓜了 弟兄们 他说 这花招 这花招是他教的 他们全都会说雪诺 去鸭巢听听就知道了 摩尔蒙的鸟 可会讲别的 乌鸦昂头望向雄恩 玉米 他满怀期望地说 由于既没有得到玉米 也没有得到回答 他又锅造了几声 嘟弄着 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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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全是箭头 红流般的箭头 淹没了最后几枚石子和贝壳 也淹没了那一小撮铜板 等技术完毕 雄恩发现自己被围了起来 有人拍他的后背 其他的人则朝他跪拜 仿佛他是个真正的领主 沙丁 呆子 奥文 乌德 赖哈姆涛德 沈靴 巨人 墓里 玉林的乌尔玛 美女唐纳西山 以及其他数十个人 紧紧聚在旁边 呆文的木头假牙 敲得哒哒之响 诸神保佑 我们有了个 过墙宝的种子令 艾恩一昧他说 希望这不意味着 下次练习的时候 我不可以把你揍得 屁滚尿流 大人 三只哈不想知道 他是仍然跟众人一起吃饭呢 还是该把膳食送到书房 连波恩 马尔西也走上前去 表示 只要雪诺大人答应 他很乐意继续担任总部长 雪诺大人 卡特派克说 如果你搞得一团糟 我就挖出你的肝 就着洋葱 生吃 丹尼斯·梅里斯特 比较礼貌 年轻的山姆威尔 要我做的事 不容易 老骑士 坦诚 当柯格尔被选中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没关系 他在长城服役的时间 比你久 你的机会在下次 轮到摩尔蒙的时候 我心想 他强壮又勇敢 但年纪大了 你仍然有机会 你几乎还是个孩子 雪诺大人 现在我知道 自己必须回到影子塔 而机会 再也不会到来了 他疲倦地微笑着 不要让我带着遗憾去死 你叔叔是条好汉 你父亲大人 还有你祖父也是 我对你充满了期望 希望你跟他们一样 对 卡特派克说 你先去告诉国王的人 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要该死的晚餐 晚餐 乌鸦尖叫起来 晚餐 晚餐 国王的人得知 选举结束之后 便撤离了门口 三只哈布 连忙带着十几个助手 快步往厨房去拿食物 熊恩 熊恩不想吃东西 他穿过城堡 怀疑自己在做梦 乌鸦停在肩头 白铃跟在脚边 派普 格兰和山姆 在后面交谈 他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 直到格兰低声说 是山姆干的 而派普同意 的确是山姆 派普带着酒袋 他喝了一大口 唱起来 山姆 山姆 魔法师 山姆 了不起的 山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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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奇山姆 是他干的 但你什么时候 把乌鸦藏进了罐子 山姆 哦 七层地狱 你怎么确保 它会飞向群恩呢 如果那鸟决定 停在 吉诺斯·史琳特的胖脑袋上 一切可就全乱套了 我跟那只鸟没关系 山姆坚持着 它从罐子里 飞出来的时候 我差点尿裤子 群恩 哈哈大笑 他相当惊讶 自己仍然记得笑 你们是一帮疯狂的傻子 知道吗 我们 派普说 你说我们是傻子 我们可没有被选为 第998任守夜人军团总司令 喝点酒好 群恩大人 你需要许许多多的酒 于是群恩接过酒袋 咽下了一口酒 只有一口 只有一口 长城 是他的了 夜空阴沉 黑暗 还有一个国王 需要对付 资料有声 欢迎继继续收听 莎莎 突然苏醒过来 每根神经都紧绷着 几乎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梦中 他重回同年 和妹妹艾莉亚 睡在一起 可惜现实中 发出憨声的 不是妹妹 却是身边的侍女 这里也不是临东城 而是高山上的阴朝城 而我 则成了私生女 阿联石东 房内又黑又冷 围床上有几分暖意 黎明尚未到来 平日每当梦见 伊林帕恩爵士 三舍就会惊醒 可今天不一样 家 今天梦见的是家 英朝城不是他的家 这里和梅格楼差不多大小 纯白色的高墙外 唯有山脉 和无穷无尽的虚空 一条长而险峻的小路 通过长天堡 雪山堡和威严堡 与底部的月门堡相连 丧舍哪儿也去不了 什么都不能做 老仆人总说 这里的厅堂回荡着 当年他父亲和老婆贝拉仙 做穷恩爱玲养子期间留下的欢笑 可那是好久以前的事 而今三舍什么也感觉不到 姨妈身边的人不多 又很少准许宾客 登上院门宝前来拜访 因此除了那位上了年纪的侍女 三舍的伙伴只有三岁婴儿般的 老婆公爵 其实老婆已经八岁了 还有玛瑞丽安 讨厌鬼玛瑞丽安总是纠缠不休 年轻的歌手 每天都为他们在席间弹奏 眼睛从未离开过 桑莎的身体 莱莎夫人近来不太高兴 于是乎格外宠爱玛瑞丽安 已经连着有两位侍女和一名侍九 因为歌手的言语被逐出城堡了 姨妈好孤单 她的新婚夫婿 在山下待的时间远远多余 留在英朝城的光阴 现今她就在山下一连四天 与科布瑞家族会谈 从偷听来的支言片语中 三舍知道 穷恩艾琳的封臣们怨恨莱莎的婚姻 杜吉·贝蒂尔获得了峡谷守护者的权威 逮着姨妈不肯发兵援助罗布的罪状 罗伊斯家族的本家处于公开叛乱的边缘 威武的家族 雷德夫家族 贝尔摩家族 以及贪普的家族 都全力支持青铜渊的行动 山区原住民难以控制 老伯爵Hunt又在这节骨眼上突然病逝 老伯爵的两名幼子不约而同的 指责长兄谋害父亲 艾琳谷一直没有卷入战局 可如今莱莎夫人想保持和平的目标 是越来越难以实现了 我睡不着 山上心想 脑袋好胀 她勉励推开枕头和毛毯 走到墙边打开窄窗 阴朝城上下雪了 雪花纷飞 如回忆一般轻柔而沉默 是她唤醒了 下面的花园里 积雪依然很深 盖住了青草 为雕像披上了洁白的外衣 压弯了矮树枝头 令山上想起很久以前的夜晚 想起了长夏里的童年 离开临东城那一天 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下雪 当时的雪花 当时的雪花没有今天这么大 她心想 当萝卜拥抱我的时候 它们就在萝卜的发际融化了 而艾利亚的雪球 怎么也做不完整 那个早晨的欢乐 令三傻心中不禁隐隐作痛 胡伦扶着她上了马 她迎着细雪 骑着马 走出城堡 离开故乡 奔向了辽阔无垠的世界 我以为我的歌谣将从那里开始 却料不到如今已经几乎画上了句号 三婶任窄窗大厂 开始换衣服 环绕花园的七座高塔 阻挡了山峰 但隔不断寒衣 她穿好丝纸内衣 压麻布上装 温暖的蓝色羊毛裙服 接着是一双长筒袜 寄到膝盖的长靴 厚厚的皮手套 和一件戴着兜帽的柔软白胡皮斗篷 雪花飘进房间 侍女在睡梦中裹紧了毯子 三婶打开房门 走下螺旋楼梯 当她接着打开通往花园的大门时 眼前的美景让她不由地屏住了呼吸 惊讶于那份不属于人间的明镜 雪花飘啊 飘 幽远的暗香与孤寂 它们沉甸甸的 不受打扰的着陆 人间的全部色彩 纷纷败下阵来 顿逃无踪 唯有黑白和灰 白的高桃 白的雪和白的雕像 黑的影子与黑的树 灰的天空 一个纯粹的世界 桑桑心想 一个 不属于我的世界 她如梦似幻地踏步出门 靴子在顺滑的白雪表面 留下急怀深的孔洞 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走过极霜的矮木丛 望着细瘦的黑树干 不知自己是否仍在梦中 飘飞的雪花 犹如情人温柔的亲吻 划过脸庞 因体温而融化 她来到花园中央 站在倒塌的 半埋没了的 哭泣女人雕像旁 闭上双眼 举头向天 她闻到了雪花的舞蹈 品尝着雪的滋味 这是临冬城的滋味 清白的滋味 梦的滋味 当桑莎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跪在了雪地里 却不记得其中的经过 天空泛着白 黎明来到了 这是新的一天 桑莎心想 指引着未来 可桑莎渴望的却是回到过去 祈祷能回到过去 她应当对谁祈祷呢 这座小花园 原本是要栽培成神木林的 但土壤过于细薄多时 鱼梁木难以生根 一座没有星树 没有神灵的神木林 和我一样 空虚 空虚 她拾起一把雪 放在指尖挤压 轻松地捏成湿湿沉沉的球 桑莎继续运作 纸上运粒 直到雪球浑圆 洁白而无瑕 夏天里的一场雪 有个早上 当她走出主堡 遭到了埃利亚和布兰 联手伏击 他们一人握着十来个雪球 而桑莎手里什么也没有 布兰站在密壁桥梁顶上 她抓不到 所以追的是妹妹 她俩奔过马厩 又绕着厨房追跑 直到双双喘不过气来 她本可捉住埃利亚的 却不妨滑倒在冰面上 妹妹关心地跑过来看望 问她有没有受伤 当桑莎老师的回答 没有时 披面又挨了一个雪球 桑莎不甘示弱 抓住妹妹的大腿 将其掀翻在地 把雪往妹妹的头发里塞 直到最后 乔里走来 将嘻嘻哈哈的姐妹俩分开 而今我有了雪球 又拿它来做什么呢 桑莎望着手中可怜的小玩意 悲伤地想着 这里 没有人跟我打雪仗 桑莎松了手 雪球砸在地上 碎了 但我可以做个雪骑士 桑莎决定 或者 她赶紧捏好三个雪球 合在一起 再补上心血 塑成圆柱体 随后 桑莎站起来 用小手指指甲 在柱体上挖洞 作为窗户 顶端的成舵 最难弄 她花了好长时间 才让柱体看起来 像塔楼的样子 还有城墙 桑莎心想 还有主宝 她狂热地 投入了工作之中 雪花飘落 城堡升起 桑莎搭起两道 极槐高的雪墙 内墙高过外墙 她搭起塔楼和角楼 堡垒与阶梯 她搭起一座圆形厨房 一座方形兵器库 还有西墙内侧的马厩 开始工作的时候 她只想搭坐城堡 但在心中一直都明白 这其实就是临东城 积雪之下 她找到枯枝和落幕 便折起木梢 用来做神木林 点点树皮 则成了墓园中的碑石 手套和靴子 结了冰 指头麻木 脚掌又湿又冷 但她魂不在意 只关心城堡 做作建筑 在脑海中历历在墓 犹如昨日 才刚刚别离 藏书塔外壁 有陡峭 蜿蜒的十字 螺旋楼梯 城门楼是两个巨型堡垒 中央一道拱门 堡垒顶上 开了无数的堕口 她一边坐 雪一边往下滑 很快 旁边堆起的残雪 就和建筑物本身 一样高了 当她细心拍打 描绘出城堡大厅的 鞋顶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一声呼喊 她抬起头 看见侍女站在窗边 小姐 您好吗 用早餐吗 三婶摇摇头 埋头继续工作 这次 她在大厅顶部 加上了一个烟囱 那是壁炉的所在 黎明 犹如盗贼 偷偷前进小花园 灰色的天空 持续放亮 积雪之下 树枝和灌木 显出暗绿的色泽 仆人们走进花园 默默地打量 三婶没有回头 于是人们又回到 温暖的塔内 莱莎夫人 裹着一身香胡皮的 蓝天鹅绒长袍 站在阳台上观察 但等三婶再度抬头 姨妈已经不见了 骨瘦如柴 浑身颤抖的科蒙雪式 将头探出压巢 向下审视了一会儿 目光中充满了好奇 桥梁始终坐不牢固 兵器库和主宝之间有一座密闭桥梁 还有另一座桥 从中塔四楼直通压巢的二层 但不管三婶如何细心琢磨 他们就是无法保持平衡 当桥梁第三次倒塌的时候 三婶大声咒骂起来 绝望地坐倒在地上 把雪裹在棍子上面 三婶 三婶不知道 她已经看了多久 也不知道她何时回到英朝城的 棍子 她问 不错 如此方能支撑雪的重量 来吧 贝特说 我可以参观你的城堡吗 小姐 三婶小心翼翼地说 好 但别弄坏它 千万想小心 小指头微微一笑 小姐 请你把心放下 林东城战胜过无数刚强的敌人 而我只是个小人物 这是林东城 我没有猜错吧 是的 三婶承认 小指头 严强游走 好多年了 凯特林随着艾德斯塔克去了北方 我常常梦见这座城堡 在我梦中 这是个黑暗 冰冷的地方 才不是 它温暖 非常温暖 不管外面下多大的雪 城内总是热气腾腾的 墙壁中有管道 温泉的水通过它们流贯全城 而玻璃花园中 永远都是盛夏 桑莎 站起来俯瞰雄伟的白色城堡 可我不知该如何制作花园的玻璃顶棚 小指头 敲敲敲下巴 莱莎已经命令她把小胡子剃了个金光 菱形的川阁 对吧 行 找些嫩枝末梢 包了皮以后编织起来 捆在一起就好了 我帮你做 她穿过花园 抖落积雪 寻找各种枝雅木条 随后她一个大步跨越两道城墙 踩在轿场中央 莎莎凑过去观察 只见贝蒂尔的手 灵巧而稳健 没多久就编出了无数交叉的格子 与临东城的玻璃花园相差无几 可是玻璃只能靠想象了 她把成品递给桑莎 抱歉地说 您编得真好 桑莎赞叹着 小指头摸摸桑莎的脸 好美 桑莎不明白 什么 你的微笑好美 小姐 让我再为你编一个吧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为你搭城堡是我最乐意的事 我的小姐 于是 由桑莎搭建玻璃花园的墙壁 小指头制作屋顶 完工之后 她俩协力将其延伸 又做了守卫式 桑莎用木棍支撑桥梁 果真如小指头所言 再也没有倒塌 守宝是个老旧低矮的圆形鼓楼 本身并不难做 可桑莎不知道怎么处理高台上的石像鬼 北铁尔再度为她解难 城堡不是正在下雪吗 小姐 她指出 雪中的石像鬼是什么模样呢 莎莎闭上眼睛 在回忆中搜寻 她们看起来像白色的小柱子 这不结了吗 是像鬼难做 小白柱子却是容易的 果真 果真如此 残塔也做出来了 他俩共同搭起了一座威胁的高塔 然后并肩跪在地上 小心地将其抚平 完工后 珊珊把手指戳进塔顶 掏出一点雪花 扔到北铁尔脸上 北铁尔轻呼一声 雪花滑进一领中 你欺负我呢 小姐 难道不该吗 你带我走的时候 保证要送我回家的 莎莎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 敢于如此和小指头说话 是临东城给我的勇气 莎莎心想 在她的城墙里面 我有力量 小指头的面色转为严肃 是的 我说了话 还有另一件事 我说的也是话话 莎莎常为打劫 还有一件事 我告诉你 为你搭城堡 是我最乐意的事 我骗了你 还有一件事 让我更开心 她凑进来 这个 莎莎想回避 但小指头握住她的手 猛然吻了她 莎莎虚弱地挣扎 她却靠得更紧 嘴唇 印上嘴唇 吞噬了话语 舌尖有薄荷的味道 半嗓之间 莎莎屈服了 接着连忙扭头挣托 你干什么 贝蒂尔整了整斗篷 亲吻我的白雪公主 你 你应该去问她 桑莎不安地扫视 莎莎的阳台 上面空空如影 她才是你妻子 我吻过她 莎莎没理由抱怨 小指头浅浅一笑 你真该拿镜子照着 我的小姐 你实在是太美了 在挨挨白雪中 你好似一头可爱的小熊 而脸上爬满了红韵 气喘吁吁的 你出来多久了 外面很冷 让我给你一点点温暖吧 莎莎 来 手套脱掉 把手给我 不 小指头的声音 好像马瑞里安 莎莎不由地想起 海滨婚宴那晚的情景 只是这一次 罗索布伦 不可能来救她 因为 罗索布伦 是贝蒂尔的人 您不能吻我 您忘了吗 说好的 我是您的女儿 啊 说好的 她淡淡地承认 带着一丝悔恨的微笑 看你不是我女儿 不是我真正的女儿 你是艾德斯塔克和凯特琳的种 但在我的眼中 你比当年的凯特琳还要美 真的 哦 贝蒂尔 求你 桑莎的声音 好虚弱 求你 承拔 前方传来了一声 稚气的 高亢的尖叫 小指头离开桑莎身边 老婆大人 她吵吵的一举功 您出门怎么能不戴手套呢 冷着呢 这座城堡是你做的吗 小指头大人 呃 大部分是阿莲做的 大人 三上 补充着 我在搭建临东城呢 临东城是什么地方 以八岁男孩的标准 老婆生得过于瘦小 斑驳的皮肤 湿乎乎的眼睛 不管上哪儿 都抱着一个破烂的布偶 林东城是史塔克家族的城堡 三上告诉自己的未婚夫 是北方最壮观的城堡 她看起来好小一点点呢 男孩跪在城门楼前 看巨人攻城了 她把布偶放在雪地中 推向城堡 轰隆轰隆 我是无敌的巨人 她唱着 嗨嗨 快开门 叫我砸扁了 可住不了人 她摆动布偶的腿 敲下了城门楼的两个堡垒 三上承受不了了 拉巴 住手 那孩子非但不听 反而再次操纵着布偶前进 一尺长的城墙 应声倒掉 三上伸手去抓那孩子的胳膊 扯住的却是布偶 只听到嘶的一声巨响 薄布条 随即断裂 不知怎的 桑下竟把布偶的头给扭了下来 拉巴手中只剩下了布偶的腿脚和躯干 破布和碎屑变洒在雪地里 拉巴公爵嘴唇发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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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杀杀杀杀杀杀了他 他哭嚎起来 接着浑身静挽 起初 较为微弱 但半晌之后 他便倒在城堡上 四肢无法遏制的剧烈抽打 白塔 雪桥 被打得满天飞舞 三上满心恐惧地目睹林东城的毁灭 还是贝蒂贝利西走过来 抓住妓子的手腕 大声召唤着雪石 手卫和女仆们立刻赶来控制发病的男孩 科蒙雪士也立即出现了 对英朝城众人而言 拉巴埃林公爵的癫痫病早已司空见惯 莱莎夫人把大家训练的 只要孩子一哭 便产生条件反射 雪士按住小公爵的头 一边呢喃着安慰的话语 一边为他喝下半杯安眠酒 慢慢地 拉巴的发作减弱了 中置停止下来 只有双手还在微微抖动 把他抱去我的房间 科蒙叮嘱着守卫们 待会用水窒息点血 都是我的错 桑莎把布偶的头拿给大家看 我把他的玩具弄坏了 但我不是故意的 我 公爵大人动手拆了城堡 北铁解释着 是巨人干的 小男孩抽抽爷爷的诉说 不是我 是巨人把城堡堆到的 他把他杀了 我恨他 他这野种 我恨他 我才不要被吸血 大人您血也里有毒素 可蒙师父说 毒素让您恼怒 发抖 快来吧 听话 他们带走了男孩 这就是我的夫君 桑莎望着临东城的废墟 默然的响 雪已经停了下来 气氛却更加凄冷 桑莎不知道 在结婚典礼上 老婆大人是否也会颤抖 乔弗里至少身体还算健康 一阵莫名的狂怒 抓住了桑莎 他捡起一根断枝 穿过布偶的头 插在临东城覆灭的城门楼上 仆人们都吓呆了 只有小指头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倘若故事属实 这可不是临东城城墙上挂的 头一个巨人脑袋 故事 终究 只是故事 三婶扔下这句话 离他而去 回到房间 三婶立刻脱下了 湿漉漉的斗篷和靴子 坐到了火炉旁 他不敢心存侥幸 今天的事 他一定脱不了干系 或许莱莎夫人 也会将我赶出城去 姨妈对胆敢冒犯的人 总是格外严厉的 而没有什么能比欺负他儿子 更让他恼火的了 走就走 越门宝好歹比英朝城大得多 也更有生气 纳斯特·罗伊斯男爵 固然脾气暴躁严厉 但城堡 其实由他女儿米兰达当家 而每个人都称赞米兰达 开朗快活 即便三婶的私生身份 也不会带来太多的困扰 拉伯国王的私生女 不也在下面服务吗 据说她和米兰达小姐还是好朋友 轻如姐妹 我要告诉姨妈 我不想嫁给老婆 连总主教大人也不能强迫女子 发下婚事 虽然姨妈瞧不起我 可我才不是乞丐 我已经十三岁了 有了月氏 成了女人 未来还将继承 临东城和北境 桑莎固然可怜小表弟 但绝对无法想象 让老婆成为自己的夫君 和她在一起 倒不如留在提良身边 只要把这番话 跟莱莎夫人讲 她一定会赶我走的 从此我将远离 老婆的坏脾气 癫痫病 和湿乎乎的眼睛 远离玛瑞莲安的注视 远离贝蒂尔的吻 我要告诉她 我要告诉她 等到当天下午 莱莎夫人的召唤 才姗姗来到 桑莎鼓励了自己一整天 可当玛瑞里安出现在门口 所有的怀疑 又顿时如决堤之水 汹涌而出 莱莎夫人在大厅等你 歌手边说边用眼睛 脱三莎的衣服 三莎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无庸置疑 玛瑞莲安长得不错 青春苗条 皮肤光滑 沙色的头发 迷人的微笑 但她却是古地里 除了姨妈和小老婆公爵之外 最讨厌的人 从仆人们口中 桑莎知道自己远非头一个 遭她侵犯的女人 而旁人可没有 啰嗦不伦的保护 莱莎夫人容不得任何人 说歌手的闲话 从来到英朝城的那一天起 她便成了姨妈的宠臣 每天晚上 由她唱催眠曲 陪伴老婆公爵入睡 她在姨妈架前表演的 则是讥讽求婚者们的歌曲 莱莎不仅赐给她丰厚的金钱 还有各种礼物 贵重的衣衫 黄金碧环 像月长时的腰带 以及一匹骏马 连前夫最喜爱的猎鹰 也赏给了她 玛瑞丽安在莱莎夫人面前 总是毕恭毕敬 莱莎夫人不在场的时候 却极为骄横 跋扈 谢谢你 桑桑僵硬地说 我马上就来 玛瑞丽安没有离开 夫人要我护送你去 护送我去 事情不对劲 你又不是首位 小指头解雇了英朝城原侍卫队长 改由罗索不伦爵士担任 啊 你需要保护 玛瑞丽安柔声地说 没问题 我才写成了一首歌 一首甜美而又伤感的歌 想必能融化你冰冷的心房 我给这歌曲 我给这歌起名为路边的玫瑰 一位美貌无双的私生女 让每个男人都迷醉轻慕 我是林东城史塔克家的人 才不是什么私生女 三婶好想吼回去 但她不敢 于是只是点了点头 任她护送自己走下塔楼阶梯 跨过一座桥 在英朝城期间 大厅从未开启过 不知姨妈如今为何 要在大厅里照见自己 三婶倒宁愿去姨妈温暖的书房 或者爱玲公爵书室的进建室 在那里还可以看见 名为阿莱莎之类的雄伟瀑布 大厅的精雕木门外 一左一右 站了两位身穿天蓝色披风 长矛在手的守卫 阿莲与莱莎夫人谈话期间 任何人不得打扰 玛瑞里安指示着 是 守卫放他们进去 接着双矛交叉 封住了门飞 玛瑞里安关上门之后 又往门上插了第三只矛 这一只比守卫使用的武器 更长更沉 把门牢牢的锁住了 三婶愈发不安 干嘛呀 噓 夫人在等着你呢 三婶不确定的看看周围 莱莎夫人坐在高台上的高贝尔鱼梁木王座中 整个大厅里只有她一个人 在她右手另有一个较高的王座 上面铺着厚厚的蓝色的垫子 但拉伯公爵此刻并不在 三婶希望她的病情得到了好转 却不想开口询问玛瑞里安 三婶走在蓝丝地毯上 两旁是行行 纤细如长枪的梁柱 大厅的地板和墙壁 皆用乳白色蓝纹大理石启程 点点慵懒苍白的日光 通过东墙上的狭窄拱窗射了进来 窗户之间 火炬插在高高的铁制台座里 但没有一把点亮 地毯淹没了足音 窗外冷风寂寞呼啸 大理石如此洁白 连反射的日光也显得有几分寒意 可那都不及一妈一半冰冷 莱莎夫人穿着乳白色天鹅绒裙服 戴着一串蓝宝石与月长石的项链 红棕色的头发 扎成了一条蓬松的辫子 垂在座肩上 她端坐在宝座上 瞪着渐渐靠近的侄女 涂满了脂粉的脸庞 蕴红而肥胖 在她身后的墙上 挂着一面巨大的旗帜 描绘了爱玲家族 以天蓝为底的一碗白色星月和猎鹰 莎莎在高台前止步 屈膝行礼 夫人 我照您的吩咐来了 风声越来越大 马瑞里安在大厅末端 轻弹竖琴 我看得到 莱莎夫人冷冷地说 莎莎理了礼裙子的咒着 老婆大人好些了吗 我不是有意要撕她的布偶的 真的 她把我的雪橙堡弄坏了 我 怎么 变回小姑娘家了 姨妈说 我不跟你谈老婆的玩具 我看见她吻了你 此话一出 厅内的含义陡然俱增 墙壁地板和梁柱 仿佛统统化为悬兵 她吻了我 莱莎鼻孔一张 她为何要这么做 她已经有了一个 全心全意爱她的老婆 一个真正的女人 绝非小姑娘 她不需要你这路货色 忏悔吧孩子 你在勾引她 立刻忏悔吧 莎莎惊得退后一步 不是这么回事 想跑吗 心虚了 放荡之行 必须接受惩罚 然而我不会难为你 依照自由贸易城邦的习俗 我们为老婆 准备了一个替身儿童 每当老婆有过错 她的脾气很纤细 受不得责罚 就鞭打那个儿童 我也会为你找个女孩 当替身的 但是你自己 首先得承认罪行 我最不能忍受 别人说谎了 阿脸 我在修城堡 莎莎说 背铁大人过来帮助 然后吻了我 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一点廉耻都没有吗 姨妈尖刻地说 还是把我当成了傻瓜 是不是 是不是 看来你确实把我 当成了傻瓜 好吧 好吧 我跟你讲 我才不傻 你以为自己年轻漂亮 只要是男人 都抵挡不住你的魔力吗 别以为我们有看见 你盯着 玛瑞里安时的那副眼神 告诉你小家伙 英朝城上 事无巨细 都别想逃过我的眼睛 而你这路货色 我早就见识过了 别以为靠着大眼睛 和淫荡的微笑 就能赢得 背铁的欢心 它是我的 是我的 她抖然起身 你们都想把她 从我身边偷走 父亲大人 我父亲 你母亲 尤其是凯特林 她也爱吻背铁 不错 不错 三上再退一步 我母亲 不错 你母亲 你的宝贝母亲 我那可爱的姐姐凯特林 哼 别撞出一副 道貌黯然 纯洁 无瑕的模样 浪心狗肺的小骗子 在奔流成这么多年 她把背铁 当玩具耍 她用微笑 软雨和淫荡的目光 戏弄背铁的感情 可怜的背铁 夜夜失眠 不 我母亲都已经死了 三上只想尖叫 她还是你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 她不可能这么做 她不会这么做的 你怎么知道 你亲眼见过吗 莱莎 离开宝座 走下来 群聚破锁 当年 布雷肯和布莱乌的两位大人 前来求我父亲仲裁纠纷 你在场吗 那天晚上 布雷肯大人的歌手 在席间伴奏 凯特林和贝蒂尔 一共跳了六曲舞 六曲 我数得清清楚楚 两位大人开始争吵的时候 父亲把他们带下去私下讨论 所以没有人控制我们饮酒 艾德姆鸣顶大罪 当时的他好年轻 而贝蒂尔呢 他想吻你的母亲 却被你母亲推开 他还嘲笑贝蒂尔 贝蒂尔的表情好受伤 我的肺都要气炸了 后来贝蒂尔把自己灌醉了 怕在桌子上人事不知 布林等叔叔赶在我父亲发现之前 将他抱回了卧室 你 你一样都不记得了 是吗 他怒火冲天地瞪着侄女 是吗 他是醉了还是疯了 我当时还没有出声呢 夫人 你没有出声 但我在场 别以为能骗过我 我知道实情 你吻了他 他吻了我 三上继续坚持 我没想 闭嘴 我不准你说话 你勾引他 就像你母亲那天晚上 用微笑和舞蹈勾引他一样 你以为我把这一切都忘了吗 没有 没有 那天晚上 我去了贝蒂尔的房间 给了他你所不能给的慰藉 我流了血 但那是甜蜜的疼痛 他说他爱我 却叫我凯特林 说完便睡着了 即便如此 天亮前我也没有离开 你母亲对不起他 连他为了自己跟布兰登 史塔克决斗都不肯给予信物 但我会把信物给他 我会给他所有的一切 而今他是我的 不是凯特林的 不是你的 三舍所有的决心 都在姨妈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庞面前融化了 莱什艾林简直跟从前的奢续太后一样的令人害怕 她是你的夫人 三舍试图用温顺懊悔的语气说话 我可以走了吗 你走不了 姨妈的呼吸里有葡萄酒的味道 哼 假如你是别人 早叫我给废了 我会把你送到月门堡的Nest男爵那里 甚至送回五指半岛 你情愿一生都待在那片荒凉的海岸上 陪伴着强风呼啸的林寻巨岩 终日与泼妇养屎为伍吗 我父亲就是这么对待贝蒂尔的 人人都以为这是出于他和布兰登史塔克的那场愚蠢的决斗 事实上并非如此 父亲说 我应该感谢上仓 穷恩爱领这样的响当当的大领主 肯娶一个被开过包的女人 但实际上 他要的只是父亲的军队 哦 我不得不嫁给穷恩 否则 父亲便会像对待他的亲生弟弟布兰登一样 将我拒之门外 可在心中我只爱贝蒂尔 说了这么多 是为了让你明白我们之间的爱有多深 我们之间经历了多少坎坷 多少折磨 我们之间甚至有过一个孩子 一个无比甜美的小宝贝 莱莎把双手放到肚子上揉搓 好像孩子仍在里面 当年 他们把我的小宝贝偷走的时候 我对天发誓永远不让这种事重演 请问 想把我的小亲亲捞本送到龙石岛去 哼 那个旧鬼国王更是一响天开的 想要将他过去到瑟西拉尼斯特那边 我绝不允许 我也绝不允许你再偷走我的小指头 背铁尔 你听见了吗 阿莲 三沙 管你叫什么 给我听好 给我记住 是的 我发誓 我发誓 我再也不吻他 或者 或者 勾引他 三沙 决定顺着姨妈的意思说 终于承认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你就是这路货色 跟你母亲一样的放荡 莱莎 捉住三沙的手腕 跟我来 我给你看见东西 哦 好疼 三沙 蠕动着 求求你 莱莎姨妈 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做 我发誓 对她的抗议 姨妈 魂不在意 马瑞里安 她叫道 你在哪里 马瑞里安 你在哪里 歌手 起初小心翼翼地 待在大厅末尾 听见莱莎夫人的召唤 立刻赶来 夫人有何吩咐 给我们唱首歌 就唱女人和伪君子吧 莱莱莎 梅里安波动轻行 没雨时节啊 老爷去骑马哟 哈 诺诶 嗨 诺诶 嗨 诺诶 嗨 莱莎夫人猛拉桑莎的胳膊 桑莎要么跟上 要么就得被拖着走 她只好乖乖从命 他们走到大厅中央 只见两根纤细的梁柱间 大理石墙上开了一扇狭窄的鱼梁木门 那门紧紧地关闭着 上了三道沉重的青铜门栓 但是三上能够听到 狂风穿过缝隙时发出的刺耳声响 她抬头看见门上白木雕刻的星月 顿时止步 这是院门 她拼命地想往后退 您干嘛带我来院门 现在怕了 畏畏缩缩的跟老鼠似的 在花园的时候 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呢 你今天早上的行为 简直就是狗胆抱天 梅雨时节 女人缝衣服又 马瑞里安唱着 开门 莱沙下令 给我开门 否则我叫守卫进来开 她把三上往前一推 你母亲至少还有勇气 把门给我打开 乖乖照办的话 她就会放我走的 于是 三上提起一根青铜门栓 抽出来 扔到大理石地板上 接着是第二根 第三根 她刚伸手 只听砰的一声 沉重的木门被风吹的转了进来 狠狠地砸在了墙上 门框上全是雪 寒风更是将冰霜 源源不断地灌进大厅 三上瑟瑟发抖 她想退开 但姨妈不准 反而扣住她双腕 锁在背后 强行向门边推去 门外 唯有青天 白雪和虚空 往下看 莱莎夫人说 往下看 三上再度挣扎 但姨妈的手指如厉爪般 估紧了她的胳膊 同时用力往前推 三上 厉声尖叫 左脚踏在了一块积雪上 雪块悄然滑落 消失无踪 很明显 前方除了空气 还是空气 整整六百尺下 是依山而建的 长天宝 不要 三上 三上嚎啕大哭 好恐怖啊 身后 门外联还在边弹树琴边唱 嗨 诺依 嗨 诺依 嗨 诺依 嗨 你不是想走吗 不 三上 竭力站稳脚跟 试图往内挤 但姨妈毫不让步 我不要这样走出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求你 三上举手乱摸 想抓紧门框 但根本够不着 相反 脚开始在光溜溜的大理石地板上打滑了 莱莎夫人继续无情地将她往前推 姨妈至少比她中三蛋 甘草堆上 女人被亲吻啊 玛瑞莲引颈高歌 在恐惧中 三上谢斯底里地往旁边扭动 一只脚竟无意间踩到半空 这令她尖叫起来 嗨 狂风吹起裙子 用冰冷的牙齿 撕咬着三上裸露的大腿 片片雪花在她脸颊上融化 三上双手乱抓 逮着了来上那蓬松的棕色发边 便用力拉紧 我的头发 这回轮到姨妈尖叫了 放开我的头发 她乌叶着颤抖起来 两个女人在悬崖边搏斗着 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守卫用长矛撞门的声音 玛瑞里安停止了歌唱 莱莎 你在干什么 一声大喝制止了姨妈的乌液和喘息 急促的脚步声回荡在空虚的厅内 快退回来 莱莎 你想干什么 守卫们还在撞门 但小指头走捷径闯了进来 用的是高台后面领主的通道 莱莎转身的时候 手劲一松 三上连忙挣脱 脱力的跪倒在地板上 雷格贝利也看见她 顿时止步 阿灵 发生了什么事 是她 莱莎举起了一把三上的头发 都是她惹的祸 她吻了你 请您告诉她 三上哀求着 告诉她 我们只是在搭城堡 闭嘴 姨妈尖叫起来 这里没有你插话的权利 异鬼才关心你的城堡 她还是个孩子 莱莎 她是凯特琳的女儿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打算让她嫁给老板 臭女人 非但没有感激 还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 她不能吻你 不该吻你 我要教训她 是的 教训她 我明白了 小指头 敲敲自己的下巴 你再给她上课 而她也充分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会加以改正 是不是阿灵 是的 三上 抽抽耶耶的回答 我 会改正的 我不要她留在这里 姨妈眼中 闪烁着泪花 你为什么要把她带回谷地背铁 这里不欢迎她 她也不属于这里 好的好的 我们这就送她走 好不好 要不马上安排把她送回军林去 小指头上前一步 但先将人扶起来 门边太危险了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不行 莱沙又拦了 莱沙又拧了 三沙的脑袋 飞雪在身边 徘徊旋转 两个女人的裙幅 剧烈地拍打着 你不能要她 你不能这么做 她只是个又蠢又笨的小女孩 也根本不可能像我这么爱你 我一直都爱着你 也证明过很多次 难道不是吗 串串热泪 多况而出 滚下姨妈那肥胖的红脸颊 我不仅把针槽给了你 还打算给你一个儿子 是他们 是他们用月茶打掉的 爱菊 薄荷与苦爱 爱加一勺蜂蜜 与一滴薄荷油 不是我 甚至不知道这回事 父亲给我喝什么 我就 哦 都过去了 赖上 不要胡思乱想了 霍斯特大人走了 他的老学士也走了 小指头继续靠近 你又喝酒了吗 别多话 有的东西 怎么能随便在阿联面前讲呢 怎么能叫玛瑞里安知道呢 莱莎夫人 莱莎夫人毫不理会 凯特林 什么也没有给过你 是我给了你第一次 是我要穷恩带你进宫 如此方能时时见面 你指天发誓 不会忘记我的情意 我没有忘了 我们如今不是在一起了吗 正如你所盼望的 从此永不分离 来吧 放开三少的头发 我不要 我看见你在雪地里 吻了他 他和他的妈妈 是一个母子里打出来的 甚至比他妈妈更妩媚 凯特林的确在神木林中吻过你 可他没有情意 他不要你 你为什么总忘不了他 你爱的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 我我我我我 我明白 我明白 我爱你 小指头又往前跨出一步 我不是赶来了吗 哦快来吧 到我身边来 来吧 他伸出双臂 擦干眼泪 开心起来 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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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妈歇斯底里的 好哭起来 擦干眼泪 可是在军林 你却不是这样讲的 你要我把泪珠 放进军喝的葡萄酒里 我乖乖照办了 满心以为这是为了老板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写信给凯特林 谎称是兰尼斯特家 谋害了我丈夫 你怎么说 我怎么做 这办法很聪明 你总是很聪明 我告诉过父亲 我对他说 贝蒂尔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 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他会的 他会的 他是那么的可爱 温柔 而我肚子里有他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吻他 又就是为什么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折磨 苦难挣扎和思念 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一起 你为什么还要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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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莱沙 贝蒂尔 长叹一声 既然你知道 我们挺过了这么多的风雨 为何就不肯信任我呢 我发誓 我们活多久 我就会守着你多久 形影不离 为愿能白头偕老 做一对快活的夫妻 真的吗 莱沙边哭边问 哦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哦 快来吧 放开那孩子 过来给我一个热切的吻 莱沙飞奔上前 撞进小指头怀中 痛哭流涕 趁他们拥抱的时候 三射手脚并用的爬离月门 抱紧旁边的梁柱 他的心狂跳不止 长发被风雪覆盖 左脚没了靴子 一定是挣扎的时候掉下去了 想到生死尽在一线之间 他不禁站立的 把柱子抱得更紧 小指头让莱沙在胸前哭泣两久 方才挽住她的手 轻轻地吻她的脸颊 哦 我这可爱的 五只又善于吃飞醋的老婆呀 哈哈哈哈 她咯咯地笑着 你难道不明白 我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吗 莱沙夫人破题没笑 哦 只爱一个吗 哦 贝蒂尔 你肯发誓吗 只爱一个 只爱凯特林 说完 她急促地用力向前一推 莱沙 亮腔后退 鞋子在湿润的大理石地板上打滑 突然间 整个人便消失了 她没有发出尖叫 很长时间里 唯有寒风 在无尽地呼啸 门帘气喘吁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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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卫们在厅外 大声地叫喊 用毛病猛烈地撞门 贝蒂尔公爵扶着三婶站起来 没伤着吧 见三婶摇头 她接着吩咐 那就快跑 把守卫都放进来 快 快去 一刻都不能耽误 这个流氓歌手 竟然谋杀了 我的夫人 知了有声 欢迎继续收听 这条路通往荒石城 绕两个弯才到达山顶 杂草丛生多时齐驱 天气好的世界尚且难走 经过昨晚 经过昨晚那场雪 那泥泞劲儿就憋涕了 这反常 河间地居然秋天降雪 梅里阴沉地想着 梅里阴沉地想着 当然雪下得不大 过了一夜之后 太阳一出来便尽数融化了 但不管怎么说 梅里仍觉得这是个坏兆头 前段时间的大雨 涨水 劫掠和战争 已经让人们接连两次 失去了收割的机会 现今连第三次 也几乎就要错过了 对河间地而言 要是冬天迅速到来 几乎肯定会发生饥荒 许许多多的居民 将填补饱肚皮 甚至活活饿死 梅里只希望 自己不要成为其中一员 就我这个运气 那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这人从来就没运气 在远古要塞的遗址下面 斜坡底部 有一片浓密的森林 几十个土匪 或许就藏在里面 他们该不会正吵着我呢吧 梅里仔细观察 但除了松树和灰绿色的绍兵树 以及它们之间的金雀花 蕨类 大吉 缩草和黑莓丛以外 什么也没有见着 山下则布满了细兽的鱼树 和胭脂力 没有发现土匪 不代表没有威胁 土匪总是躲起来 偷袭正派人 说真的 梅里痛恨森林 更痛恨土匪 土匪 毁了我一生 梅梅醉酒后 她如此抱怨 父亲常责备她贪杯 喝高了又吵 父亲说的没错 他可怜兮兮的想 生在鸾河城 总得有点特征 不然很容易被人遗忘 可是呢 成为城中最大的酒鬼 对前途实在无甚注意 我梦想当上天下无双的骑士 诸神却无情地摧毁了我的神经 算了 难道连喝酒都不行吗 至少喝酒可以一直头疼 我那老婆 刁钻泼辣 我的父亲鄙视我 我的孩子又都是无能之辈 除了喝酒 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现在就头疼 早餐时 她灌下了两大脚杯卖酒 出发前喝了一小杯红酒 但对她而言 这还远远不够 梅里觉得眼内鼓障 耳朵里似乎有雷霆轰鸣 很多时候 头疼发作的如此剧烈 使她忍不住涕泪横流 这时唯一能做的 就是回到黑暗的房间里 躺到床上 用湿毛巾盖住眼睛 同时在心底狠狠诅咒自己的运气 和那造成这一切的无名土匪 她越想越焦虑 头也似乎越来越疼 假如我把悲铁平安带回来 或许就会转运 她带了钱 只需爬上山顶的荒石城 在遗迹中会见那帮该死的土匪 做好交换就成 父父赎金 很简单 千万别搞砸了 可她的头真的好疼 连马都骑不稳 不行 日落的时候必须到达山顶 那是说好了的时间 可不能全在路边哭泣呀 哎 梅里伸出两根手指 揉揉太阳穴 再绕一个弯 山顶就到了 前几天 当消息传来的时候 她二话不说 自告奋勇 请求担下这付赎金的任务 父亲先是眯着眼瞥她 你 梅里 接下来 从鼻孔里哼出了一串嘲笑 嘿嘿嘿 那是父亲招牌式的笑 到头来 梅里居然得多次恳求 才得到了这袋 该死的金子 路边树丛里有东西在动 梅里慌忙 用力勒马 伸手拔剑 却发现 不过是松鼠 傻瓜 她责怪自己 一边把没有出窍的长剑 推了回去 土匪没长尾巴 七层地狱 美丽 你冷静点 她的心 砰砰狂跳 活像个 初上战场的小子 我面对的 只是闪电大王麾下的那帮乌合之众 不是御林中的老兄弟会 可在心底 她只想飞奔下山 找到最近的酒馆 一袋黄金 可以买到好多好多酒啊 足以让她忘记 嘎的脸 背体 就让他们吊死她吧 都是她自作自受 荒唐地带着营迹四处晃的 真是个 没见过世面的毛毛头 头颅里开始敲打 现在还很轻微 但 美丽明白 情形随时可能变糟 美丽柔柔鼻梁 觉得不该如此责怪 悲铁 我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 不也是一样吗 我当年只是得了疹子 但对一个 长得像悲铁那样的人来说 妓女真的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 可怜的小子 虽然有老婆 但这女人反而是她的心病 那女人的年纪是她的两倍 据说还经常跟她的哥哥 哇地睡觉 卵河城中 每天都有无数的闲言碎语 其中虚虚实实 但对贝蒂尔这件事 美丽并不怀疑 黑蛙的是个欲娶欲夺的蛮夫 兄弟之妻对她而言 根本不在话下 众所周知 她占有过艾德文的老婆 时不时的与美女蛙的偷情 甚至和第七任弗雷夫人有染 难怪她不愿意结婚 既然所有的母牛都迫不及待的 等着她挤奶 干嘛还专门去买一头呢 美丽低声咒骂着 脚下用力 催马上山 拿钱去买酒的诱惑如此之大 但她不能这么干 否则就别想在家里混了 娃德侯爵即将年满九十二岁 耳朵开始发聋 眼睛则早成了近视 痛风闹得她 不管上哪儿都得用担架抬着 儿子们一致同意 父亲命不久矣 当她一命归天 形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否往好的方面发展 则很难说 父亲虽然脾气暴躁 形势顽固 语言恶毒 但她实实在在地 关心着所有的子孙 即便是那些 让她失望 或者得罪过她的人 即便是那些 她连名字也记不清的人 假如她死了 那么 史蒂夫伦爵士在世的时候 情况不一样 老爷子管教了史蒂夫伦六十年 把血浓于水的观念 深深地置于她的心中 可惜长兄在随少郎主席征起见死于军中 哼 毫无疑问 等得泪趴下来呗 脖子啰嗦 如此评论 史蒂夫伦留下的儿孙性格与她迥异 如今 鸾河城继承人是史蒂夫伦的长子 莱曼爵士 这是个头脑简单固执而又贪婪的家伙 排在莱曼之后的是 埃德文与黑蛙的 此二人更为糟糕 幸运的是啊 脖子啰嗦 曾经说过 他们仇恨彼此 更甚于仇恨我们 没理却没有那么确定 反而觉得啰嗦比他们还要危险 不错 在罗斯林的婚礼上 屠杀史塔克是瓦德侯爵自己的主意 但串通罗斯伯顿 以歌曲为信号等 庄庄安排 均由脖子啰嗦 一手操办 酒桌之上 罗斯是个不错的伴儿 除此之外 梅里不敢对她放松警惕 乱和城内的法则是 只能相信自己的亲兄弟姐妹 而且不能信任的太多 等老人一死 连自己的亲兄弟姐妹 也不能信任了 信任何度口领主 会留下一些叔叔 表弟 外甥等等 但只有那些值得信任 或有用处的人 才能得到机会 其他人会统统被赶出家门 斯吉未来 梅里愁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再过两年多 他就是四十岁的人了 做雇佣骑士都嫌太老了 况且他根本没有受过疯 连条件都达不到 他没有土地 没有钱财 只有背包里的这身衣服 连骑的马都不属于他 他的头脑不足以成为学士 他的前程达不到修士的标准 而他的性格又决定了他当不成佣兵 诸神好吝啥呀 除了出身之外 什么都不给我 即便生在这般富裕强大的家族 做第九个儿子 又有什么用呢 把孙子 曾孙子一起算上 梅里当总主教的机会都比继承 卵和城的可能性大 我没有运气 他苦涩地想 妈的 我永远都没有运气 他生得挺壮实 身高虽只是中等 肩膀和胸膛却极为宽阔 过去十年里 他变得肥胖了 肌肉松弛了 可是从前经历不亚于Hosting爵士 对方是他同父同母的兄长 被公认为是Water侯爵最强壮的儿子 少年时代 他被送去母亲的家族 到克里克伯爵身边担任士久 不久之后 又被萨姆纳老爵爷任命为侍从 当时所有的人都确定 他将很快成为梅里爵士 但玉林兄弟会的土匪毁了一切 在那次扫荡中 他的侍从同伴 詹姆·莱尼斯特获得了荣耀 而他 先是与营记上床得了疹子 随后 又被一位叫做白鹿的女土匪捕获了 萨姆纳伯爵虽然把人熟了回来 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他又挨了一记钉头锤 砸烂了头盔不说 更有半个月不省人事 后来听说 大家当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了 玉林虽然没死 却再也上不了战场了 只要被轻轻地敲一下脑袋 他就会头疼地麻木 甚至流出眼泪来 如此一来 他永远也做不了骑士了 萨姆纳伯爵 向他友好的摊牌之后 把他送回了卵河城 去面对父亲的极度轻蔑 从那以后 玉林用光了所有的运气 父亲费尽心机 为他讨回了一个呆瑞家的姑娘 当时呆瑞家族 在伊丽丝王架前声势正龙 玉林的飞黄腾达 似乎指日可待 可他刚刚开了新娘的包 伊丽丝就丢了王位 呆瑞家族对坦格莱安王朝 忠心耿耿 曾倾力助阵 因此被没收了一半的领地 大半的财富 沦为二流 他老婆呢 初见面便对他很是失望 随后又竟是给他生女娃 其中三个长成了 一个死产 还有一个死于墙宝 直到几年前才生下了一个男孩 他大女儿是个荡妇 二女儿暴饮暴食 当他发现阿里 已经跟不少于三个马夫上过床以后 只能强迫他 嫁给该死的雇佣骑士 他以为情况不可能更糟了 谁料 佩特爵士这呆子 竟想挑战格莉国克里冈 来迎娶名声 于是阿里变成了寡妇 回到了娘家 令梅里失望 让马夫们开心 当罗斯波顿选择了他的挖的 而不是他那些更苗条 更标志的侄女的时候 梅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 与波顿的联盟 对弗雷家族而言至关重要 而盟约乃是由他的女儿所确立的 他以为这下自己也将得到重视 直到老人对他解释清楚 他选他全因为体重 挖的后绝说 你以为博顿会在乎他是泥产的宅吗 你以为他会在心里想 哎呆瓜美丽 好一个岳父大人呢 做梦 你的挖的是一口穿着衣服的母猪 所以才合他的意 我却不太满意 你的小猪少吃点东西就好了 这样我们联盟的代价能减少一半 最后的羞辱伴随着微笑 脖子啰嗦 招他来讨论各自在罗斯林的婚礼中扮演的角色 咱家弟兄各有所偿 也各归所畏 他的同父一母兄弟宣布 你 梅里 你只有一个特长 活很简单 肯定能够圆满完成的 妈的 你给我一杯又一杯的拼倒大穹恩 叫他站不住脚 别让他起来 我连这也没能完成 他和大哥在北方人斗的酒 足以醉死三个普通人 但当罗斯林进入洞房事变发生后 大穹恩仍旧扭断了第一个扑上来的士兵的胳膊 夺过了长剑 后来和整整八人之力 方才将其擒住 代价是二人受伤 一人死亡 可怜的 拉勒斯林 还一句是 少了半个耳朵 当无法一手还击的时候 大穹恩用上了牙齿 梅里停步半晌 闭上眼睛 头颅里阵阵抽搐 犹如婚礼那天的骨还在敲 咚 咚 咚 他几乎从马上摔了下来 我必须去 他提醒自己 如果带不回哥的脸 贝蒂尔 莱曼爵士肯定会耿耿于怀 再说 贝蒂尔虽然是个没几根胡子的小毛头 但不像埃德文那么冰冷 也没有黑蛙的坏脾气 这小子将来会感激我 而他父亲会赞赏我的忠诚 并把我留下 要做到这一切 就必须在日落时分 带着金子赶到荒石城 梅里举头望天 是时候了 手可不能再抖 于是他从鞍子上取下水袋 打开后 深饮一口 啊 诸神在上 这葡萄酒黑得跟泥潭似的 不过粗浊归粗浊 我可离不了他 荒石城的外墙 昔日环绕山顶 犹如国王头上的王冠 迄今 唯有地基仅存 几堆极药膏的碎石上 爬满了第一 梅里 沿着古城墙 走了很长的一段 来到城门楼子所在之处 这里的废墟稍微高一些 他只得千马择路而入 太阳在西方沉入一片乌云之下 金雀花和蕨类植物覆盖着斜坡 而墙内的野草长到胸膛那么高 梅里拔出长剑 警惕地扫尸周围 不见土匪们的踪影 难道我把日子记错了 他停下来 用拇指擦擦额头 却未能缓解不安的心绪 哦 气场地狱啊 难道城内某处隔着树丛 传来了微弱的音乐声 梅里尽管披着厚斗篷 听见声音却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于是他又取出水袋 狠狠地引了一口 我可以跳上马背 逃到天涯海角 逃到旧镇 用金子买无数的好酒 哦 土匪是我的克星 那可恶的小婊子 温的 在我的屁股上 落下了一只白鹿 所以我老婆才看不起我 啊 不 不行 我不能想这些 埃德文没有儿子 而黑蛙的只会生私生子 哥的脸背铁 有朝一日 可能能当上河渡口领主 他会记得拯救他的英雄的 他又灌下一大口酒 塞好袋子 引着马走过乱石 金雀花和令人风声鹤唳的树丛 跟随着音乐 来到了城堡庭院 落叶在院子里 积得老高 犹如屠杀后的尸体堆 一位身穿打了补丁的 褪色绿衣服的男子 盘着腿 坐在疯化了的坟墓上 拨弄着木头竖琴 那音乐轻柔而又悲伤 却是美丽十分熟悉的 在那高高的众王之殿里 珍妮和逝去君主的幽魂共舞 起来 梅里说 你不能坐在国王身上 呵呵呵 拉特里斯蒂芬不会在乎 我这张瘦骨灵丁的屁股的 他可是正义之锤 他也有很久没有听过歌谣咯 土匪说罢一跃而下 他个子很小 脸很尖 模样十分狡诈 但那张嘴笑得如此灿烂 几乎触到了耳朵 几根稀疏的棕色头发垂下额头 他用不握琴的手把头发扫开 您还记得我吗 大人 不记得 梅里皱紧眉头 你是何人呢 我在您女儿的婚宴上表演过 那是我的得意之作 他嫁的佩特是我的亲戚 我们齐全地方的人代代相亲 当然了 付钱的时候他还是 那么小气 绿衣人耸了耸肩 您的父亲大人干嘛不让我 去鸾河城表演呢 嫌我的功夫不到家吗 听说他喜欢声音大的 哦 是的 钱在哪里 身后有个粗鲁的声音问着 梅里口干舌燥 那盖死的土匪 一直躲在树丛里 玉林那次也是这样 你刚刚抓住五个家伙 便有十个人冲出来营救 他小心翼翼的回过头 发现他们把自己围住了 其中既有面色阴沉 言语不善的老人 也有比哥德莲 贝蒂尔年纪还小 不长胡子的年轻男人 他们有的穿粗布衣服 有的穿皮衣 少数几个拥有从死人身上 扒来的盔甲 人群中有一位女子 裹在比她身材大三倍的 都冒斗篷里 慌乱之中 梅里点不清确切的人数 但对方少说也有十几个 甚至超过二十 我在问问题 发话的人是个大胡子巨汉 有着弯曲的绿牙齿和破裂的鼻子 他比梅里高 但腰没那么粗 一顶黑铁半盔戴在他头上 宽阔的肩膀上 则披了件打了补丁的黄色斗篷 钱在哪里 啊 在鞍带里 一百金龙 梅里清了清喉咙 咳咳咳 把杯帖带出来吧 咱们一手交 哎 哎 梅里话没说完 一名矮个的独眼土匪便跨步上前 大大咧咧的抓下了鞍带 梅里伸手去拦 手却又在半空中声声停了下来 眼睁睁的看着土匪划开忌声拿出硬币来咬 呃 味道对的 独眼人颠颠带子 重量也对 他们抢了钱 却不会把杯帖给我 梅里紧张起来 这是说好的赎金 一分也不少 他掌心流汗 连忙在马库上擦拭 你们谁是贝里汤特利恩呢 汤特利恩落草之前是个伯爵 好歹有点荣誉 还有问吗 当然是我了 独眼人说 你他妈骗子一个 杰克 穿黄斗篷的大胡子 喝道 这回轮到我当贝里伯爵了 那照这么说 我就是索罗斯了 歌手微笑着 大人 很遗憾 人人都想见贝里伯爵 时局艰难啊 战火纷飞的 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要求 但别害怕啊 我们将秉承大人的标准 来处理您 他越说 别害怕 梅里就越害怕 头颅里又开始敲打起来 再这样下去 他就得流泪了 你 拿了钱 他宣称 把我侄子还来 我这就离开 其实 贝提尔 并不是他的亲侄子 但这当可 无心解释了 他在神木林里 黄斗篷说 我们会带你去见他的 诺奇 牵马 梅里勉强送出缰上 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那 我的水袋 他听见自己说 来 大家 喝一口 一边 我们才不和你这路货色喝酒呢 黄斗篷 简短地声明 这边 跟我走 落叶 在脚下 嘎吱嘎吱作响 每走一步 梅里的太阳穴就好似又挨了一锤 风声呼啸 人群沉默 最后一缕阳光徘徊之际 他们爬上了当年主宝所在的古老圆丘 看到了后面的神木林 割得脸 贝提尔挂在一棵老橡树的枝杆上 细长的脖子周围勒了一圈绳索 她的眼睛从乌黑的脸颊中突出 控诉地瞅着梅里 你来晚了 他们似乎在说 可我没有来晚呢 我没有来晚 我是准时到达的 你们杀了他 她嘶声说 瞧 这家伙倒是心直口快 毒雅人笑了 这下 梅里的头颅里 犹如有一头野牛在横冲直撞 圣母慈悲呀 她想 我把说好的赎金带来了 你干得很利索 歌手和蔼地说 我们呢 会把钱好好地利用的 梅里不敢再看贝蒂 她感觉到猴头胆汁的苦味 你 你们没有 取权利 这样 我们有绳子 黄斗鹏说 这就是我们的权利 两名土匪捉住梅里的胳膊 紧紧地捆在背后 她太震惊了 竟然无力反抗 啊 不 她只说出了这句话 我是来赎杯铁的 你们说日落之前拿到金子 就不会伤害她 哎 歌手说 您也见到我们了 大人 啊 很不幸 嘿嘿 那是句谎话 独眼土匪 拿着一圈麻绳 走上前来 她将绳索的一端 系上了梅里的脖子 拉紧之后 在梅里的耳朵 下面打了个死结 另一端被她扔过橡树树干 黄斗篷的大汉在对面接住 你们要干什么 啊 梅里知道这问题很蠢 但就是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居然敢吊死弗雷家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黄斗篷哈哈大笑 说得好 那满脸疙瘩的小子也讲了同样的话 不不不可能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父亲会数我的 我值很多钱 至少是贝提尔的两倍 哎 歌手 叹了口气 瓦德大人虽然眼睛不好 又染上了痛风 可他不是傻子 同样的把戏 绝不会上两次当 恐怕下次送出来的 就不是一百金龙 而是一百金兵了 他会的 梅里仕途显得刚硬一些 但他的声音出卖了他 他会派来一千精锐的士兵 把你们一网打尽 他得先找得到我们再说呀 歌手撇了撇可怜的悲铁 而且我们也只有一条命给他 对吧 啊 他用木头竖琴弹出了一个 忧郁的音符 好了 别尿裤子了 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就叫他们放您走 为了性命 让梅里说什么都可以 你想知道什么 我发誓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会告诉你 土匪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 好啊 实际上我们再找一条亡命的狗 狗 梅里迷惑不已 什么狗啊 这条狗名叫桑多克里刚 说了此说 他去过卵河城 我们找到了为他撑船的船夫 也找到了他在国王大道上抢劫的农民 您在婚礼上见过他吧 你只红色婚礼 梅里的头几乎要裂开了 但他竭力的回忆着 当晚十分混乱 可要是桑多克里的狗 在卵河城出没 一定会有人报告的 他没进城堡 至少没有到主宴会场 或许去过杂种宴会 或许在营地 可不 有人说 他身边有个小女孩 歌手提示着 一个很瘦的女孩 大约十岁 也可能被说成是男孩 不 梅里说 这我没听说 没有吗 真可惜 好了 上去吧 上路吧 不 梅里大声尖叫 不不不 你不能这么做 我给了你答案了 你说你会放我走的 我说的是 叫他们放您走 歌手 歌手望向黄岛棚 柠檬 放他走 去你妈的鬼 大个子土匪 粗声喝倒 歌手 歌手 歌手回声 吵梅里 无助的 怂怂肩 开始演奏 吊死 黑 罗宾的日子 求求你们 梅里最后的勇气 也随着双腿的抖动而消失了 我没有伤害过你们 我照你们的吩咐 把钱带来了 我还回答了你们的问题 我是有孩子的人 而少郎主连孩子都不可能有了 独眼人说 头颅嗡嗡作响 梅里无法思考 他侮辱了我们呢 全国上下都在笑话我们 我们必须挽回荣誉 父亲是这样说的 也许吧 咱们下历的老百姓 不懂什么领主的荣誉 黄斗篷将绳子在手上绕了三圈 谋杀 倒是懂的 那不是谋杀 梅里的声音尖得发哑 是复仇 我们有权复仇 那是一场战争 一梗 一梗 可怜的痴呆 外号 铃铛响 他什么都没有做 却被史达克夫人割了喉咙 我们在阵地还阵亡了五十多人 凯拉的丈夫高斯 古布克爵士死了 杰瑞的长子 泰托斯爵士也死了 他被人用斧头砸中了后脑 西达克的冰原狼咬死了四条狼犬 还把收射掌管的胳膊咬断了 之后才被乱剑射穿 所以 你们为了泄愤 就把狼的脑袋 缝在罗布斯塔克的身上 黄斗篷说 那是我父亲干的 我父亲干的 我只是喝酒而已 你们不能因为喝酒就杀人吗 梅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一根救命稻草 传说 贝利伯爵总是先审判 再定罪 不杀无辜之人 你们没有证据 莱曼和波顿公爵动手杀人 啰嗦在大帐上做了手脚 还把十字弓手布置在楼台 黑蛙的率军踏平了营地 他们才是该负责的人 不是我 我只是喝酒而已 你们没有证据 不幸的是 您又错了 歌手转向戴兜帽的女子 夫人 女子上前的时候 土匪们默默地让开了道 那女人揭开了兜帽 梅里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 不 不 不 我明明看见她死了 她死了一天一夜 我们才把尸体扒了个金光 赤条条地扔进了河里 雷蒙特将她的喉咙从左耳切到右耳 她死了 斗篷和衣领遮住了弟弟的刀刃留下的丑陋伤痕 但这女人的面容比当初更可怕 血肉在河水中泡软了之后成为凝固牛奶的颜色 一半的头发没了 剩下的花白脆弱 犹如百岁老玉 苍仪遍布的头皮下 脸庞碎成了一块一块 中间是当初她用指甲挖出的黑鞋 最恐怖的是她的眼睛 其中唯有赤裸裸的恨意 她不能说话 黄斗篷的大个子解释着 你们这帮可恨的杂种切得太深 但她记得所有的事情 她转向死去的女人 您怎么说夫人 她有分吗 凯特林夫人的目光从未离开梅里 她点了点头 梅里弗雷刚想张嘴恳求 绳套便堵住了一切语言 她的脚离开了地面 麻绳深深的陷进下巴下面的软肉里 上升 上升 她不停地静挛 踢打 挣扎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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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上升 上升 下 esca